有一个最笨的炒股方法 只要四个步骤就能够抓到掌停板 可以说几乎能够实现稳定的获利 这个方法是五年前的一位姓张的游资大佬 交给我的 经过我多年的验证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 那么今天我就把它分享出来 希望粉丝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 看到最后 看完之后我相信一定会有所收获 对于时尚方面的技能 以及当下市场当中 严选出来的热点投标 我都把它放在了文章里面 如果还不知道怎么看文章的粉丝朋友 可以到咱们平时跟自己的亲戚朋友 打语音聊天的地方进行搜索王牌论股 只有这四个字 锁定好每天的文章更新 就不会错过下一只的掌停牛股 好接下来咱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上来 四大步骤抓掌停 无非就是从选股再到买卖点进行寻找 在这里呢包含了四个步骤 哪四个步骤呢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要在市场当中把11天以内 注意是11个交易日以内 有出现过涨停版的股票 我们先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 那么注意我们在寻找涨停的过程当中 比如有些会出现二连版三连版四连版 那么像这一种走出了三板以上这种高度的 那么就需要注意的 这种呢拉盘的资金容易获利出逃 所以呢我们要把出现三连版以上的这些 把它剔除掉 剩下的我们把它加入到自选 加入到自选之后 就是第二步 第二个步骤 我们要打开这只股票的月线图 看一看近期从月K线上面看 下方的MACD有没有形成金叉的股票 如果没有出现 我们要把它剔除掉 只有出现了近期金叉的才能够保留起来 保留之后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步骤 把月线再调出日K线进行寻找我们的进场点 在日K线上我们需要调出一根均线 就是20日均线把它调出来 调出来之后 那么注意 比如在这个位置 股价突破上了20日均线之后 股价呢要连续齐稳在20日均线上方进行运行 20日均线要走平或者是向上 当股价持续在20日均线上方进行运行的时候 股价开始回调到20日均线附近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并且回调到20日均线附近的时候 收出了一根放量的阳线 那么此时在这一天就是我们的进场点 一旦买入后面就走出了一波趋势的上涨行星 这是第三个步骤 就是寻找我们的进场点 有了进场点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个步骤 我们大家应该听说过一句谚语 叫做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才是师傅 那么首先我们要以20日均线作为基础 只要股价能够站稳在20日均线的上方 我们就可以继续拿住 但是一旦跌破又是我们的离场点 但是同时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注意三个细节要点 第一个细节要点就是如果遇到了波段涨幅超过了百分之三十的情况之下 我们先要果断的卖出三分之一 第二当涨幅超过了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再扔出三分之一 第三当股价跌穿了20日均线的时候 那么注意就要直接清仓了 当然了在这里呢还会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你前脚这个位置 你刚买入第二天 在这里直接就跌穿了20日均线 此时你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 要果断的离场 只要它的收盆价收稳不上二十日线 我们就要有风险意识 我们要记住一句话 保住本金才是最重要 跌破之后 看一下果不起然 股价持续走弱 不断的下跌 不过呢我们要用这种选股方法 它跌破的概率还是非常小的 如果说你能够熟练的运用 做到知性合一 我相信你也能够捉到像这种的趋势大牛 好了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给粉丝朋友们所分享的 游资大佬的四大步骤 捉掌停 也是最笨的一个方法 希望呢对粉丝朋友们在操作上有所帮助 更多的技术干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